自从我离开了埃塞俄比亚 然后我在非洲的那个家 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小变故 中间呢我也没有去出视频 给大家去更新关于那边的事情 然后我就一梦点就钻到了尼泊尔来了 然后等一下我给罗斯芬打个视频 然后具体的情况大家往下面看 哈喽罗斯芬 你好老婆 你怎么越来越帅了 明白意思吗 按上 没有 现在工作怎么样 工作很好 你老板他们呢 他们呢 出中国 你们回去中国了 现在你一个人在家里 现在一个人在家里 呦你的中文越来越好啊 再学习吧 现在还好 中文学习 固定这样子非常好 你那个passport有没有在申请办理啊 我家的胡椒很烂很烂 王王没有 我没有王 没有王 现在那个扎海和那个辣了他们呢 他呢我又不知道 我说为什么 有外的东西买掉 他说不开心 我和他吵架了 现在可以了把我弄 现在可以 哦 他说他和我吵架然后把我的东西给我卖了是吧 不是这边说 我说为什么有外的东西买掉 他他不开心 哦 你问他他不开心是吧 嗯 有个事 他还不开心 我走的时候我都给了他那么多钱 然后后面又给他钱 我的机票定的是后面两个月的 然后我回去了之后我吃什么 我住哪里 我去吃你们英杰拉妈每天 扎海呢 扎海呢 现在没有工作 他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嗯 漢娜 漢娜你不知道去哪里了 他没有那个房子里面 他 房子里面没有 房子里面全部都没有东西了 没有 我去雅迪社 我玩家后来 看看里面没有东西 全部卖了 就是一个都没有了 一个没有 我家后买掉 我操 你这样子吧 你还是你那里工作 我先好好的工作者 然后护照你去申请 我现在在另外的国家 然后我后面可能也去另外国家 我现在因为你知道 我出来我要挣钱 我想办法 我到时候我这边弄好 你们护照弄好之后 我到时候再决定看怎么弄 可以吧 然后你明天 那个扎海的电话我也打不通 但是他在另外一个上面跟我聊天 也在跟我聊 只有漢娜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联系他 然后你明天你打个电话给 李漢娜还有扎海 让他去你那里 然后我打个视频问一下 他们现在怎么样 明白吧 哎呀网络不行 他网络不行 我网络也不行 可以是吧 那你明天你给他们说吧 你先好好的工作 把中文学好一点 那明天打电话 那行 先拜拜 你先考工作吧 明天你把他们两个叫过来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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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 我真的是无语了 其实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离开埃塞俄比亚 半个月以后 就是我没有来利波尔之强 的时候都已经发生了 然后我中间为什么没有去发布 关于这个消息的视频 是因为我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样的回事 因为我人不在那边 光听他们讲 然后呢 每个外国人他们的思想 以前也跟你讲过 他们的思想和文化 他们是跟不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处于什么样的处境 然后去把我的那些东西给我卖了 然后我今天跟罗斯文讲的是 明天让他和郁云妹 还有娜娜 叫他们一起过来打个视频 我问一下他们本人是怎么样想的 然后是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的 其实也不是很大的事情 然后所以说这段时间 大家也一直问我 为什么来利波尔 我来利波尔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他们那边又是怎么样 我也不好去怎么解释 然后呢 我来利波尔是什么 因为我订的 埃塞回中国 在中国回埃塞的机票 我订的是三月份的 相当于说 我在国内待着的话 他还要等到三月份 我来这里都已经二十天了 要等两三个月 所以说我出来想看看 这边国家的 当地的风土人情 然后也拍拍视频 这个账号 毕竟我发视频 发了差不多快两年了 我也不想让他这样子停滞起来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只能说 明天他们把人嫁过来之后 然后我们具体的 当面的问一下怎么样情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